也应该树立为前的意识 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废纸箱肉馅 这两样东西 它怎么看都连不到一块 但是在北京朝阳区 就有黑加工点 把它们连到了一块 他们用废纸箱做成了包子馅 再加那么一丁点的肥肉 然后一笼笼喷香的小笼包 就被制造出来了 根据举报线索 工商执法人员以进货为由 和经营包子的早点商贩 取得了联系 并按照约定来到了朝阳区的 这个农家大院中 原来所谓的肉包子 居然是用旧纸箱架工出来的 商贩说这纸和肉的比例 还是有讲究的 纸壳到底怎么变成了包子馅呢 费了一番口舌 商贩终于答应现场演示一下包子的做法 就是这种废旧的纸箱子 放在塑料盆里用火简进行浸泡 火简是一种工业原料 腐蚀性极强 一会儿纸箱的颜色慢慢的退掉 纸也变得非常容易粉碎 接下来 商贩将泡碎的纸壳剁成纸浆 再掺入肉馅中 还撒了一些被称为猪肉香精的粉末 大约十分钟之后包子熟了 包开包子之后 肉馅的颜色看上去并没有异样 很难看到掺在里面的纸屑 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 工商执法人员依法取缔了这家黑加工店 这种情况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呀 这种卖包子的小贩 他怎么能这么敢想敢干呢 实在是让人可气可叹 可恶又可恨 那看了这条消息 我有一个同事就说呀 就应该罚这种人天天吃他做的这种啊 用这个纸箱做的包子 让他连吃半个月 当然了 这是气话 那不过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 入口的东西呢 一定要自己看紧了 尤其对这个街边犹胎上的东西 最好咱免开进口啊